嗨,大家好,我是Willy 歡迎來到Willy穿搭中的頻道 那青春過年之後 大家有發現春天的季節來了嗎? 沒錯,最近南部的天氣真的太熱了 那是時候購入一些比較輕薄的衣服以及外套 之前的影片我有提到UNIQLO U系列2021的春夏聯名款式的上一類推薦 那這次一樣我要來推薦UNIQLO U系列的精選三套服飾穿搭 那第一套我選擇是稍微正裝一點的上班族的穿搭 蠻適合去一些稍微需要正裝場合的場所 這一套深藍色的西裝外套我非常喜歡 那內搭潛設計的衣服我覺得都很好搭配 那春夏季節非常適合這張輕薄的西裝外套 那出入大部分正式或是休閒的場合我個人都覺得還蠻適合的 也不會感到非常的厚重 那我這次拿的尺寸是二拆 那可能是過年吃太多了 所以這次呢我想拿大一號的尺寸 看起來會稍微有點休閒一點 那第二套呢我想要搭出一個稍微日常休閒的感覺 我搭配的是UNIQLO的工作褲 那以及穿頂型的針織衫以及聖衫式外套 那這次的聖衫式外套是我個人在這次U系列裡面最喜歡的單品喔 那這次U系列呢的這款工作褲呢是屬於直筒的版型喔 那再搭配這款帶有亞麻材質的正式衫喔 那我整體搭配出一種日常休閒的風格喔 那這款針織衫呢 夏天的時候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亞麻材質的衣服喔 對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款針織衫呢 本身有點偏比較透薄一點喔 所以如果天氣稍微涼一點的話 我覺得是還是需要搭配一件外套喔 那這款襯衫式外套呢 還用斜紋的針織工法 那面料上呢還帶有一點光澤感喔 重點是這件外套是做的有點寬版 那也有點彈性喔 因此我覺得穿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那第三套呢 我是做一個滾搭的工格喔 就拿第一套的西裝褲 以及第二套的傳定型針織衫 那再搭一個襯衫式外套呢 這套穿搭呢 我左用的是深色的傳定型針織衫喔 我個人是覺得這款傳定型針織衫呢 是真的在夏天是蠻好搭配的喔 那一款790我個人也覺得非常的超值喔 那再搭配大地色系的襯衫式外套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一款外套 那這款外套呢 它的售價是1990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先買一件你最喜歡的 因為這一款在U系列裡面 我個人是覺得是非常的實大 也非常的實穿喔 最後以上三套的精選穿搭 你有喜歡哪一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購買討論喔 或者是U系列這套的單品裡面 你有喜歡哪一樣單品 也可以在下面購買討論 以及留言分享喔 就在昨天呢 UniCro發布了一個讓人振奮的消息喔 就是UniCro XJ系列呢 宣布在近期呢 即將發布2021XJ系列的 春夏聯名款式喔 那我個人是非常的期待 這個聯名款式喔 因為在秋冬的聯名設計呢 我個人是覺得很適當的 非常的驚艷喔 因此我覺得這次的春夏聯名 也是讓大家非常期待喔 最後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follow我們的IG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 傳達的內容分享喔 我是Willy 下次見 掰